他用一贫一笑诠释传统艺术的内涵 艳而不移 美而不闷 他用身形唱腔在西米歌剧院 让世界领略中国文化的惊艳之美 艺术就是舞台上的盛世泥伤 2011地球红人榜名度传统文化红人李玉刚 他是带领我们认识大师的导师 他是从笔墨之宴中寻找生活之道的玩乐主义者 他是国家盛世修饰之举的开创者 文化是一个国家最灿烂的财富 大师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金髓 道从书中来 一随笔相出 2011地球红人榜名度传统文化红人 李立新 2011地球红人 李玉刚非常高兴得这个奖 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心里沉淀念的 我知道自己做的还不够 当一有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 或者知言片语的时候 我想象的都是我做的不够 但是呢 这个奖杯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无疑就是鼓励我 以一个当代人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去诠释中国的传统艺术 所以呢我会继续努力 也感谢主办方 也感谢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 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你们的掺服 谢谢 刚才石剑老师说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出现了很多伟大师 我是讲真大师的 去年我在百家讲坛讲了七百十大师 今年我又讲了徐飞鸿大师 其实我想讲这些美术大师 我有两个意图 一个呢 就是我想让大家重视传统文化 关注传统文化 另外我就是想像青年朋友们说 在当今我们这样一个非常挤压的社会里边 要有理想 要沿着自己的理想而拼搏而努力 当我讲到白石老人 五十七岁自己只身一人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从湖南农村到北京来打拼的时候 当我讲到青年徐飞鸿 为了自己的理想四复上海 然后险些跳进黄埔江自杀的时候 我想对青年朋友们说 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今天得了这个奖 我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好 谢谢 恭喜两位获奖嘉宾 谢谢颁奖者 不过玉刚得留步 来 玉刚 我一定要这个分享一下你的快乐 恭喜你 真的是特别为你高兴 我们也知道呢 玉刚 其实去年就已经出现在红人榜的舞台上了 是吧 去年就来过 是吧 所以应该格外高兴对吗 特别高兴 两次连续获得红人榜的这个红人奖项 真的不容易的 其实你站在舞台上主持的时候 我感觉也跟你有缘分 因为09年在西尼哥剧院我做演出的时候 当时主持人就是许歌辉老师 今天我们又一次碰面 感觉非常的高兴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玉刚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各个大型晚会上都能看得到你的身影 最近又有什么演出的计划吗 刚刚在国家大剧院做了我 算是我个人舞台上的第一部作品 叫做四美图 然后准备明年的巡演 而且明天也要到东京去做我的演出 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应该说 特别幸运 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场 也能再读李玉刚的风采 今天一定不能光拿奖 一定还要给我们带来个节目 对吧 好 没问题 那我就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 谢谢 刚才讲 因为心里话得了这个奖 我自己特别的忐忑 因为这个帽子特别特别的大 而且我又是一个年轻人 我知道做的还不够 所以刚才也讲过 我以一个当代的年轻人 来诠释中国的传统艺术 接下来呢 要唱的这首歌 也是几位年轻人 作词作曲的 作词就是台湾的方文山先生 作曲也是我的好朋友 周杰伦先生 我就唱一首 比较有中国风韵味的一首 我自己的歌叫做竹梦令 带给大家 拍摄 拍摄 彈香云窗花斗窗蔭 暗夜林箭之一箭影 我参透斑白了法兵 故事里寻心不平眼影 如意情平凡净冷清 北风行苦道已故停 今生风华妖然空静 红尘爱恨无根抚平 风华居民我归影 如风铃浮生繁星 谁把铭团清承上名 我为谁别别走近 当天明交嘴如通经 彈香云窗花斗窗林 暗夜林箭之一箭影 我参透斑白了法兵 故事里寻心不平眼影 何美听愁为零远近 我此夜泪满静 我此夜泪满尽不心 一人终情秋色如临 奈何一人如夜飘零 而我藏黄间失许 如风铃浮生繁星 谁把铭团清承上名 我为谁别别走近 当天明交嘴如通经 如梦铃浮生繁星 谁明听我几时若静 且为你我问同志 何着情 却从康上飞